再来关注一段名人的恋情 就是地产大亨王石和80后女演员田普君之间的忘年恋 对于王石为什么会和原配的妻子离婚 转而爱上比自己小30岁的不知名的女演员 一时间成为了商界和娱乐圈的共同的话题 而这个传说中 王石的新女友出演过《甄嬛传》等影视剧的女演员 田普君的背景也是遭到了网友们的深度挖掘 备受关注 不过根据知情人士的爆料 这位话题女艺人其实相当不简单 出道十年 作品虽然不多 但是自我炒作的不良记录倒是相当的引人关注 据知名博主长春国贸微博爆料 2002年就出道的田普君在娱乐圈口碑并不好 2004年田普君参演了马楚成执导的电影《韩城攻略》 同梁朝伟 舒奇 任贤奇等众多大牌合作 记者在翻阅当年的新闻资料时发现 田普君还曾在该片《位于韩国》的片场 克专过我们新人在线节目的外景主持人 当时他还在用另外一个艺名 卓云 大家好 我是卓云 我在《韩城攻略》里扮演一个反派的角色 但是今天我是应东方电视台之邀 尽管田普君在片中扮演的只是一个小角色 但在面对媒体探班时却相当活跃 甚至还有抢了梁朝伟 舒奇 任贤奇这些真正主角的风头的嫌疑 在影片开启发布会上 由于韩国天气寒冷 所有演员都穿着外套 只有田普君一人穿着性感低胸装 拍照时还特地站在梁朝伟身边 大友和女主角舒奇别苗头的意思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 在发布会现场 着装暴露的田普君还不时弯腰抢劲 引来媒体的极大反感 电影《韩城攻略》并没有让田普君一战成名 而他出演的《海滩》《浴火凤凰》等影视剧 也同样战绩平平 并未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真正让他登上各大媒体文语版头条的是在2007年8月 意大利著名球星罗伯特巴乔来北京参加活动 在他下榻的酒店 一位女球迷突破重围 强行在八桥脸上轻了两下 这组被定格的照片 当时一度成了各大体育娱乐版的头条 随后又媒体爆出 这位身穿蓝色吊带裙的疯狂女球迷 不是普通的粉丝 而是女演员田普君 因此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也不再是球迷失控这么简单 从田普君的精心装扮 到此后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 这起事件怎么看都像是彻头彻尾的炒作 据当时采访过田普君的记者回忆 这个自称是八桥粉丝的姑娘 随身还带着自己演过的电影海报 自称和梁朝伟有过合作 而且他还给记者看了一封写给八桥的告白信 其中一句 我非常需要你强烈的拥抱 让人不得不感慨这位姑娘的大胆 此外网友们还发觉了疑似田普君的微博 名叫哈瓦娜娜 她关注的37人中就有王石 在微博中哈瓦娜娜经常转发一些内容 并at王石 这些内容要么是情感真言 要么是星座配对 而通过微博中的这些蛛丝马迹 也被网友挖掘出了两人早有交往的新的线索 比如哈瓦娜娜在今年3月15日发微博 透露自己正在巴西吃烤肉 旁边还出现了一只男人的手 而王石也在3月15日发微博称 自己正在巴西 此外哈瓦娜娜2012年1月20日 在微博中发了一张宠物猫的照片 竟然和王石2011年3月28日 一条微博中秀出的宠物猫 惊人的相似 为这段扑朔迷离的恋情在天佐证的是 10月29日 潘石屹在微博中爆料王石的恋人 是个爱吃红烧肉的姑娘 而且都是王石亲手做的 很快网友就在疑似田普君的微博中 挖出今年1月 他发的一张红烧肉照片 并配以文字 终于吃到笨笨的红烧肉了 太好吃了 一口气吃了半锅 这个惊人的发现 让不少网友断定 这一锅笨笨排红烧肉 就是出自王石之手 虽然心意可贵 只是卖相实在不佳 甚至有网友玩笑的提议 王石应该去烹饪学校 锦修一下厨艺 笨笨 这红烧肉 着实太笨了 烧得像南瓜 王石昏变引发的连锁反应 还不止这些 因为有消息称 王石和田普君 是在就读长江商学院时结识 因此这所学校 也成了话题的焦点 很多名人 也纷纷加入吐槽的行列 一觉醒来 发现长江商学院火了 都说虫组交得好 关于王石绯闻今天看笑了的四句话 一 一觉醒来 发现长江商学院火了 都说虫组交得好 二 长江商学院今天上午很忙 无数女艺人打电话咨询入学事宜 三 昨夜媳妇审了一个晚上 天亮前达成妥协 把长江的EMBA给退了 四 潘石屹的进修 与出国游学计划泡汤来 婚变消息传出后 两位当事人王石和田普君未做出过回应 记者发现从10月29日晚上10点后至今 王石连续发布并转发了多条微博 但内容都是关于翻船赛 美国大鱼等内容 并没有就沸沸扬扬的感情传闻做出回应 不过可以知道的是 王石目前身在美国 而昨天我们新预理大线记者采访甄嬛传制片人时 也透露田普君如今长期在美国居住 至于田普君和王石的恋情 究竟是一方的自我炒作 还是真有此事 恐怕要有时间去证明 新预理大线 总科报道